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误区狗年结束之前 能够赢得财神偏爱 富贵满门 随着刘月的偏转 十二生肖的运程 也将随之发生新的洗牌 这四位生肖朋友 将会凭着个人的能力 以及亨通的运势 在七月份到来的时候 迎来开门见喜的运程 他们接财神 迎富贵 顺利将扶起请进家门 从而国上富足亨通的生活 生肖狗送走上半年之后 生肖狗也会送走太岁的影响 无论生活还是工作 都将迎来顺遂亨通的运势 而属狗的朋友 依旧会保持任劳任怨的态度 立足职场 求取富贵 凭借他们的毅力 以及好学的精神 将会顺利赢得财神的偏爱 并且开门见喜 从而把握富源 迎来富贵 让家庭生活逐渐富足 日子富得流油 俯路不缺 生肖狗可以说 经过连续几个月来的努力 生肖狗的运程已经攀登到新的高峰 而在上半年结束的时候 他们也能如愿完成财富目标 当迎来七月份之后 生肖狗将会在接载力 为了下半年的目标而打拼 同时个人魅力方面 将大大提升 部分生肖狗将会邂逅桃花贵人 提升生活的幸福度 同时还能在其助力下 赢得财源滚滚 富贵亨通的运程 他们财富有财神助力 将会赚 得盆滚钵滚 生肖狗在上半年里 生肖狗各方面的运程 也得到明显的提升 他们好运连连 福气不断 顺利将职场正财收入口袋 还能偏财偶得 身价得以提升 随着下半年的到来 生肖狗在七月份 就能再次把握住偏财 开门见喜 从而赢得财神的眷顾 他们一手把握福源 一手赢得富贵 生活中有福也有路 让人羡慕 同时 生肖狗也大感欣慰 每日喜上眉烧 生肖狗追求失业高度的生肖狗 在上半年中 借助墨运蓬发的气势 在职场上开拓进去 不仅能够牢牢抓住工资收入 还能凭借过人的能力 获得丰厚的奖励 当时光转入七月份后 生肖狗也将会有新的财富目标 属狗的朋友开门见喜 一路运势亨通 皆服员 赢富贵 各方面都将更加顺遂 轻松赢得财神的偏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